我的第一站是湖南宁乡 在那里有一座全国文明的灰苍温泉 我听说这里的鸭子是喝温泉水长大的 这种特殊养殖方式下成长的鸭子 能成就什么样的独特滋味呢 罗大哥 你好 你好 我觉得大老远都听到那个鸭子的叫声了 他们现在这个游泳下边游泳是吗 鸭子嘛 都是不怕寒冷的 它不怕寒冷的 在这个河上看他一群 这样有点打着圈子游来游去 特别漂亮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特色的灰汤鸭 这叫灰汤鸭 对 我身边这位罗玉林大哥是当地的养鸭大王 被老乡们戏称为鸭司令 他告诉我灰汤鸭的灰汤二字就来自温泉的名称 宁乡的灰汤温泉是中国三大著名高温复合温泉之一 灰汤温泉的泉水清澈见底 并且富含多种微量元素 这些在温泉附近长大的灰汤鸭 鸭肉的口味和营养又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鸭体的这个锡元素是普通鸭子的四倍 锡元素是吗 对 那这个真的是不一样 聊了这么多 我早已经跃跃欲试 想和这些可爱的小鸭子近距离接触 身边为鸭子的大哥心领神会 一把玉米撒下去一群灰汤鸭马上蜂拥而至 大哥 来来来 是不是趁他们来吃食的时候 他们才会过来是吧 一般都不可能 对对对 要不要你抓一只 现在就能抓 对 抓着 别跑 别跑 哎呀好可爱 就是 头一回觉得你知道吗 因为以前抓鸭我都是费半天倦 然后拿着那个什么抄子 让它满场跑 但是今天 不肥吹灰之力啊 你知道吗 我整个就 它就趴在这 然后我轻轻就蹬起来了 就 太可爱了 它体型本身就比较素 它长到两斤半的话 你再这么喂 它也不会长了 真的啊 太羡慕了 就是 你长到两斤半之后 就可以狂湿了 真的是 这就是鸭子里头最不愁减肥的一种了 对对对 罗大哥告诉我 这些鸭子长到两斤半之后 体重就很难再增加 而它却坚持在喂它们半年 这样肉质会更加紧致 罗大哥的父亲是一位兽医 在多年的工作中 总结出一套独到的养鸭经验 有了这些经验 加上用心与坚持 罗大哥不仅培育出品质优良的灰烫鸭 还带领当地很多老乡 一起养殖 共同致富 于是 东吾山脚下这一片丰润的水土 也就成了郁郁希望的生态乐园 买家买富到过年 过节的时候 这个灰烫鸭是礼拜的 方便的话邀请你到我们那边 去品质一下这个鸭子 方便方便 太方便了 不就是为这儿来的吗 好的 咱们就带着这两只走吧 可以啊 好吧 好的 好 走 不知道鸭丝岭罗大哥 会怎样料理这神奇的食材 让它真正成为 宁江人餐桌上的好口味呢 听罗大哥说 灰烫鸭在当地 还有一个俗名叫汤鸭 就是因为这种鸭子 肉质紧实 味道鲜美 而且没有腥味 所以特别适合清炖煮汤 由于灰烫鸭肉质紧致 所以要在高压锅里炖上足足40分钟 鸭肉软烂不散 汤色油亮金黄的清炖灰烫鸭 才算做好 这需要耐心等待 但罗大哥现在要给我做的好口味 不用等那么久 马上就能吃到 把鸭子放在里面爆炒一下 爆炒啊 对对对 这要炒到什么程度呢 先要把它炒香 那个颜色啊 把那个红色啊 全部炒都吃掉 这个香味慢慢出来了 已经 尤其是它跟猪油一炒 香味就很特别 大哥 你看现在这个鸭子啊 这个鸭肉已经炒到 这个表面是那种焦黄的状态了 看起来特别的诱人 加一点这个醋吧 爆炒讲究大火急炒 热油迅速裹住食物的表面 已达到外焦里嫩的口感 而当地人习惯用猪油来爆炒 不仅可以给瘦肉形的灰汤鸭肉 增添油脂 更让鸭肉的鲜 与猪油的香叠加到一起 迸发出更为厚重的味道 湖南人的口味 永远离不开香 辣 接下来就要营造热辣的气味 然后再把这个红辣椒 红辣椒 对 就是洗清嘛 红色的辣椒 这个辣椒会很辣吗 有一点点辣 有一点点辣 对 好 最后再加这个青辣椒 我现在这个鼻子里已经有反应了 直接就觉得整个鼻腔都打通了 又红又绿的 绝带风筹 一道菜只用一种辣椒 当然无法满足湖南人对辣椒的热爱 绿色的青辣椒 浑发出清新鲜爽的椒香 而红色的朝天椒又渲染出纯粹浓烈的刺激 这一对珠帘壁壳的最佳拍档 在锅中翻滚跳跃 激发出鸭肉香浓的味道 这刚刚出锅 你看这个饭的量 然后大哥我能先尝一会儿吗 可以可以 筷子都准备好了 这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肉 但是一定很香 对不对 我尝一会儿 真的就是那种特别有滋味 干香干香的 尤其是就是像爆炒之后 它那个鸭肉是那种干干的 但是所有的味道都聚集在里头了 对不对 对对对 特别香 豪口味 豪口味 对豪口味 真的只有这三个字才能来形容这个爆炒的鸭子 叫豪口味 对不对 豪口味 这一块爆炒鸭肉 让我立刻感受到地道的湖南口味 香和辣充斥着唇舌与口腔 鸭肉外皮干酥 肉质脆爽 虽有辛辣包裹 但也难掩鲜香的本味 试一下我们这个灰汤的汤鸭 这个就清炖的 虽然是熬了那么久 但是它一点都不会觉得柴 烂烂的 然后很好嚼 我觉得老年人应该都可以吃 吃得动这个 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这些这个爷爷奶奶这是 这是我们村的这些 长寿的老人 哎呀 你们都看起来精神头特别好 身体还都挺好 还可以 还可以啊 那你们平时是不是都吃咱们这个鸭子呀 灰汤鸭 这个是我父亲 养这个灰汤鸭的 说实话来说我们可以说是一种传承 父亲就养灰汤鸭 对对对 以前是兽医 兽医啊 啊兽医 对又是兽医 那你现在现在儿子怎么样做的 儿子现在做的鸭可以的 可以啊 您放心嘛 灰汤鸭的美味让我欲罢不能 而身边的这几位长寿老人也让我感慨 人生最幸福的是莫过于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享用家乡最美的味道 这里的人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赋予这片土地浓浓的人情味 餐桌上这好口味的经典灰汤鸭 是最能代表美好生活的幸福味道